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港新闻连线 今天第一单的新闻 欧洲议会呼吁取消香港聚位国待遇 并对中港的官员再实施制裁 欧洲议会在法国的时间 今天28日下周 就一项涉及香港人权的议案去进行表决 这份议案聚焦黎智英的案件 和初选案45名的民主运动人士被判重刑 也强烈的谴责香港特区政府 要求港府要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民主人士 议案也提到自从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基本自由和法治是不断的恶化 也指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里 破坏一国两制和国际人权公约 而议案也强调黎智英自从2020年 因为裂造的指控而被拘押 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另外45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初选 也被控颠覆罪 判刑皆负4-10年 议案特别关注香港新闻自由 继续下滑 立场新闻的前总编 仲沛权和林兆彤 也因为涉及国安案件而被判刑 多家独立媒体也被被认运 根据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香港的排名大幅下跌 反映媒体在国安法下面 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欧洲议会也呼吁 欧盟应该针对特首李家超 等等的中港官员 去实施针对性的制裁 取消香港的优惠关税待遇 也要重新审视香港 駐布鲁塞尔经贸办事处的地位 同时议案建议成员国 向国际法院提告中国 指它强行在香港和澳门实施国安法 议案也指出国安法的域外管轄权 和跨境镇压海外港人的社群 问题是日益严重 呼吁欧洲的盟国成员 要暂停同香港和中国的引渡协议 和设立法律援助基金 支持被压制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为了支援本地的民主运动 欧洲议会建议欧盟驻港办事处 加强去探访被拘禁的人士 和审判观察 设立人权专员 要求香港政府允许记者自由报道 保障新闻的自由 议案同时呼吁欧盟的外事机构 要进一步去支持香港的新闻自由 和相关的国际关注事项 议案预计将会获得欧洲议会通过 但相关的决议并无约束力 纯粹只不过是政策上的建议 给欧盟27个成员过去参考参考 以事实上 欧洲议会过去多次通过涉及香港的决议 包括今年4月曾谴责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亦呼吁释放黎智英、李宇軒这些民主运动人士 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一单的新闻内容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单新闻 军中清洗行动持续 苗华成为最新被调查的高层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停职调查 成为了中共军方反贪负行动里面 最新一名被查的高层人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欠 在昨日的记者会上也确认了这件事件 不过就没有进一步披露长情 69岁的苗华是福建的福州人 组织就是在江苏 1969年的时候入伍 长期负责住在福建的第31集团军的政治工作 之后调任了去江苏徐州第12集团军政委 在2014年的时候 他跨兵种地担任了海军政治委员 2017年更加升了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在同年加进入中共中央军委 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 苗华也成功连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而苗华的停职令外界聚焦在中央军委的变动情况 目前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人数可能会由2022年 中共二十大选出的7个人减到只有5个人 而在之前中央军委另一名委员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因为贪腐的问题而被人调查 同时外界对现任国防部长董军的情况也有疑问 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说 董军因为贪腐的问题接受调查 不过吴欠在昨日回应时就严厉否认 更批评相关报道是纯属烈造 据心可测 据了解习近平近年对军方高层进行了大规模整肅 特别是针对火箭军和核武项目的相关高官 今年中包括火箭军前参谋长孙金铭 在内至少有9名高级官员已经被设职了 有知情人士说中共高层对军中拉帮结派的现象不满 清洗行动是为了打破军中的帮派文化 有消息人士更加说苗华和董军都是出身至海军 两人之间有一种推战的关系存在 一名分析人士就指出中共的军队中 帮派文化其实一早在延安的时期已经形成了 而今次整肃的力度加大 也令到军中的高层干部人员人人自危 苗华被查这件事再一次将中共军中贪腐问题推上封口的浪尖 而外界对它最终的处置结果 和未来军方高层架构的变动保持着高度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单的新闻内容 各位观众 不知你们听完今天两单的新闻有什么意见想法 不妨将你的意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带来的两单新闻 就之前帮我们按个like和将这条片share给你的朋友一起看 稍后时间我们会有外国专栏 我们讲一下英国 我们一会儿再见 我们开始推的电子消费券新的优惠 你买了电子消费券 你已经拿了些礼物了 然后你又去买 我们买其他东西 价钱当然很便宜了 可以当现金一样用 也有那些优惠 可以享受全部的优惠的 再去买立场 买NMN 买Q10 这些大家很喜欢的东西 买和牛 抵得不行 3000元 现金券 今次到月底 都是用到3月31日 送一个 Hangcoin的六熔根骨素 这个令你的骨好 480元 再加一个 水牛城鸡翠一包 还要吃一下 是微辣的 好吃的 32元 买3000元的菜 送500多元给你 然后你再去买我们的东西 又送的给你 5000元 今次特别推出5000元 送什么呢 说你都不信 5000元来券 送一个Masarati太阳眼镜 符合欧盟标准 泰金属 非常轻巧 今次 有三款新款给你选 一定有一款适合你的 再加 一个韩国 Handom 红芯翼 礼盒装的 非常漂亮 498元 好了 8000元 送什么呢 你买了这8000元 再拿880元出来 送这套 街上卖12800元的东西 是整套的 这个 妈人牌 妈人牌 整套厨具 全换了它 这些很漂亮的质量 德国东西 这个名牌 这个30cm中式炒锅 24cm 煎炒锅 24cm 蒸炉 有蒸汽出的 16cm的炖锅 发狼铸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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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你自己啊